老胡这些什么都说其实不作不由的 但有人骂我墙头草掉飞盘 你别说他们还挺会骂的 但我究竟是什么人 大家看我胡看就知道了 直到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时候 美国和中国当时我们的价值观差距也很大 对吧 但是美国当时经常夸中国 表扬中国 美国的时代周刊当时登中国的封面人物 和他的媒体的报道 经常把中国当成一个挺挺美好的社会来描述 为什么 当时双方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对付苏联 所以当时西方对中国在舆论上就相对的来说 比较温和 但是后来情况变了 现在中国和美国发生了地缘政治上的 更激烈的博弈 那么在这种博弈下 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抨击攻击就会更加严重 那么中国反过来也会有很大的反弹 更大的反弹 所以呢 双方呢就会出现舆论场的 就是你说的那种平行 你说你的话 我说我的话 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像这个NBA 像出现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是这样的 胡锡进先生他不用跟我们对话 我们就知道他会怎么讲了 我们就知道他会说什么了 我和美国的媒体人 我们是在价值观上是非常对立的 我和德国人 他们的媒体人 我们价值观上是非常对立的 但我们经常搞对话 对话就是为了打破这样的隔阂 在这个隔阂之间挖几个洞 然后我们看看对面是什么 是吧 所以呢 这种对话的必要性 永远都存在 在什么情况下都存在 我做媒体的时候 我的第一读者 我写完一篇文章 第一读者 给很多不同的人 有的人是很反对环球时报的人 我也给他看看 听听他的意见 对我这文章你是怎么看 我觉得这样的清清是有必要 比如我记得我开车 有东西 这个大物特别大 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 我就严格的贴着那条黄线走 我坚决不偏离那条黄线 按照那个规则走 对方呢 也都按照贴着那条黄线走 虽然互相谁都看不到谁 但是基本上不出车祸 我当时在巴尔干工作 巴尔干就经常出大物 一出大物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做 这样的时候呢 就能够避免冲撞 避免一些危机 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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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不都因啊 都因此 都因此 这儿呢 その事 没什么事 都因此 都因此 都因此